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大家穿的都很搭 是吧 再看一看 你的剧本已经被女主使用的盲盒换男主了 今天你将要去网的剧本更换为《恋爱幻想日记》 他自己知道他被换了 你将要去网的剧本 这些地方被换了 你永远将会换了 我去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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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见了 我去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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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见了 我去网了 我觉得他情绪会受影响 早上起了那么早 为了抢夺这个剧本 最后被当事人亲手换掉 其实是一件很沮丧的事情 有一点难过 怎么样 看到是我 有没有猜到 猜到了 真的吗 猜到了 猜到我还选 他既然问出这个问题 说明他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今天开开心心地过完今天一整天的一个完美的约会 很理智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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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选择太加分了 对 对 某天生活中出现了一位男生竟然与女生的幻想不谋而合 现在今天是做手工 你可以吗 你没有绘画技术 可以试一试 你可以选下图案 这些是我觉得比较女孩子一点的 就好看一点 这些图案是干嘛的 就是你按照这个图案来做 就是你按照这个图案 然后它贴上去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些是 我觉得男生可能适合一点的 你可以试试看 完了 我不会选 大不就你用这个 我用这个的 我做这个的 好 可以吧 也可以 我觉得蓝色还可以 是不是小的东西在上面画这么复杂 太难了 要不这样 你画粉的 我画这个的 好 对吧 这个简单一点 这个是刮刀 这是可以贴的 对 这个吧 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也可以 你等会儿是怎么摆 你能不能先让我参考一下 你信任我的美感吗 我不太信任所有 你先让我参谋一下 这是两个桃子 这个是你的脸 然后这是你的身子 为什么 你不觉得很像吗 放在这的时候一样 我给你贴个猪吧 我给你贴个猪吧 给你贴个你自己 我宁愿要许无可 这是什么 美少女战士 我不要美少女 为什么 你是手机壳上不要美少女 还是你的生活不要美少女 为什么 你是手机壳上不要美少女 还是你的生活不要美少女 对 就有这个梗 对 我发现这个俊良好敏感 但是我觉得对于俊良来说 今天最大的挑战是 他要迅速地把自己的情绪状态调好 对 主要是他自己其实应该也挺难受的 我觉得 他在那种情况下还会说 要考虑他的心情 一个细腻的人一定是类型要敏感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俊良来讲 他刚才那种失落表情其实有 但他一定会自我调整 但恰恰也是他最让人心疼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他忍了 可你没有办法帮他 他只能靠自己去化解 我通过刚才的 我就感觉出来了 之前我们没有看到的 俊良的细腻的一面 是吧 应该这么说 善良 我就是孩子 老实际上 你这个有鸣体 不是分别人的 一定要死 是吧 离开 我的天 吴个儿 那花花不是挺喜欢她的吗 对 来吧 我今天不是美女 我今天是帅哥 大帅哥 谢谢 我害羞 害羞什么 花花的这个剧本叫《交换世界》 男生和女生如果互换了性别 这个世界会变怎么样 一对在恋爱中的男女 男生温柔沉稳 女生坚强独立 这就本人吧 坚强独立 就是她自己 反正她就希望男生 更去多地体会女孩的感受 女生来体会男生的感受 剧本不错 是吧 剧本不错 你来得正好 不要闲着 你知道今天的主题吗 我知道 我本来想都戴个假发了 我希望通过这个剧呢 我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处在别人的位置上 会要以什么样的心情 或者是心态去交往 如果能发现问题的话 可以被我自己 及时地去得以纠正 我喜欢那种温柔型的 你懂吗 不好意思 刚好我就不是 我教给你一个速成的方法 好不好 什么 什么方法 就是把所有说我的地方都说人家 好啊 可以吗 人家特意给你带水来 人家特意给你带水来 我打不开 人家打不开 来 来 谢谢 加油 那个棚子我拿不下来 真是没有用的男人 好恶心 这 找到您真是福气啊 你看 我就在里面举着呗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欢迎 欢迎 我跟你讲要不是我胜负一强 我才懒得做这个 又还是个铁娘子呢 他俩你都火 对 我以为你剧本还是挺特别的 所以你有猜到是我吗 剧本的话其实没有想到 但是 怎么说 从跟你聊天跟 然后慢慢猜猜猜到 而且你知道吗 本来就是想要选你 好 因为我不知道是选哪一个 本子是你 因为他们来得比较久 但不是说他们都为了 抢到自己想要的 然后起很早 你一定是剩的最后一个 骗谁啊 所以这是命运的安排 你今天 你今天有 知道我穿什么颜色吗 我今天不知道啊 我觉得我们 土色系 他俩穿的还真是 你不要学我好不好 不知道猫在哪偷看 我磕到了 就学了一个生活技能 真不错 谢谢你 一个男人就是要带女人 你看这个世界 体验不一样的世界 我做到了 这个琪庄 最近 said 人家 Immune 这个 wannabe an 这 黄奕 涉嫂的 谁 对 我的 你父亲 新发生这个 seguro 会无比开心 对啊 就洒开了 我就躺了 给我跑 开心 看花 赏景 照相 自拍 所以我觉得 花花的这个本挺好的 挺好 因为它其实是 用这种方法 它希望更多地去做了解 它用的就是我们说 婚姻和恋爱当中 最好的方式 就叫换位思考 我要真的能够去 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对方的需要 然后换角色 是最简单的 最快捷的方式 蒋老师 你觉得 你女朋友身上 有什么特质 是你怎么学也学不到的 怎么学也学不到的 无理取闹吧 我希望这一段 古动播放 古动 我跟你说 这无理取闹怎么来的 就是咱第一期刚播 然后贝贝出来 是我说 猫戏女友 然后就因为这个词 我女朋友 跟我说猫戏 说了三天 还有猫戏女友 怎么了 我是猪戏女友吗 就是我当时 没有 猫戏 你给莎老解释 你说的猫戏 对 他也说了 来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猫戏 谁是猫戏 我反正不是猫戏 然后我当时 猫戏猫戏很乖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长得像猫 就长得可能像猫一样 长得像猫 就是很可爱 你老想和他亲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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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戏女友就是长得像猫 完了之后 行为也像猫 撒娇 然后 还不止 猫戏里边还有一个词叫独立 我要主动去讨好它 我要主动为它好 所以猫里边猫是独立的 它不会过度地迎合男人 它有点高傲 对 它有点高冷 反而是 反而是那个男生 要特别主动地 去亲近人 然后如果男生主动去的时候 女生可能拒绝 那男生要能接受 也就是猫想碾你 它碾你 猫想离开